2024年电变国家旅游年即养止进化节开幕式 是电变省重要且富有特色的文化活动 这也是向国内游客以及国际友人推广该省 风土人情特色文化、特色旅游产品 推广与电变省文化和人民细细相关的 养止进化形象的良好机会 可以说为了迎来本省今年最盛大的这一文化事件 目前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基本就绪 本省一季管理委员会已主动制定工作计划 做好任务分配和加班执勤制度 接下来我们将对各个一季区重新装饰 对导游团队进行培训 增加支援人员数量 力争为游客提供优质 电变省南破县查纳项洛市村 已成为游客边疆之旅不可错过的旅游目的地 尽管搞旅游业没多久 但洛市村很快就成为社区旅游的一个新亮点 我们正在支持当地同胞开办民宿 创建更多体验空间 开启美食品尝体验活动等 我们还想向游客介绍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给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体验活动 对于高伦山口顶立峰 高伦集市是当地居民进行买卖购物等活动的地方 由于定期开办 高伦集市在促进商品交易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成为每周末新大量游客前来体验的一大量点 感激是很好玩的 电变省人民非常热情好客 此外当地文化艺术活动非常丰富 而且还创建了互动空间 让游客更具参与度和互动性 2024年电变国家旅游联 即养止境快节开幕式期间 电变省文化体育旅游厅将与电变县人民委员会配合 向游客上演水景秀物华传奇 希望给游客带来别样的体验